第二 你还有党内呢 党内你在出选的时候 苏贞昌被你打到那个 简直是那个被逼上找牙齿 我曾经去年9月 跟一位苏贞昌的家里面 人很好朋友的一位外籍人士聊天 那位外籍人士 我跟他说 那天早上他刚好跟苏贞昌见面 我问他说 我说那你跟他 你们问苏贞昌 他为什么不做副手 这位外籍人士 他说我可以写 只是不能够讲他名字 他说苏贞昌说 因为他选不上 为什么选不上 因为他们两个有仇 第三 我再讲